大家好 我是葛来 今天是中的时间2024年的 4月1号 今天是周一 然后刚才那个顺风快递给我打电话说我那个两个手机到了 然后咱们下去去领下快递看两那两个手机是怎么回事 我还要下一个什么is住所验下机一会 先下去一下 然后那两个手机是到的 那个手机好像是花了差不多一千人民币两部 看看那个是什么个情况 我们是一千万人买了两部 今天那个自行车目级就到了 要不死期的应该就到了 今天应该会到很多快递 明天后天还会录就续 今天我估计这个到的快递最多 应该有个十几个快递都会到 然后后面呢 那点快递可能就明天到了 我去到的真准看 一个是云南的 一个是南宁的 一个小姐姐的手机 512G国航的 一部是卡贴机 然后512G 然后顺风他说过来了 然后去看下那个手机 是否是真的苹果手机 会不会坑我或者什么 我验一下机 我到时候看起来 看下那个手机是啥情况 顺风 两部 来了刚 我会打电话给你的啊 请你那你先送啊 请一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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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我验一下机 然后我顺便问一下他密码 刚才我看到那上面还有个密 你现在你先问清楚 请一会一会你过来 是吧 他没有的 这边的顺风快递员 他妈的 这个态度 他妈真他妈差 我说 我要验一下机 他说让我 等一下 然后等一下再过来 他说他要去送别的快递 我说 你这顺风 我靠给你花了他妈的 光邮寄费 他妈给你花了他妈40我操 让你送个键还态度这么差 等我收完键 你看我投诉你 这种快递员真的是他妈的 说得我脾气都上来了 我说我验一下机 我说我等一下 我那个手机在上面 他那上面不是有一个密码吗 然后我就问他嘛 然后他说一会一会一会再让你验机 然后一会你打电话 我说 他又送别的去了 我靠搞的我挺干扰的 你没时间就没时间吧 我说 你不要送了就行了 一会我要投注的 什么机会态度 花最贵的钱 他妈体验最服务 最差的服务态度 他妈老六 早上去床把这个垃圾袋给拿下去 昨天老板给我的两个垃圾袋 让我做马鸡拿下去 冲店 就不锁了 没钥匙 应该没人投 这里都有监控吗 应该 应该是没人投的 有监控 没事 我下去去等那个快递员吧 然后我顺便在那个老板的那个电脑上下一个那个什么杀戮验机助手 然后到时候来了 我直接插到那个电脑上 然后验一下机 没问题就ok 有问题就直接 跟他砍价了 那就讲价格都ok的 那个手机刚才我我刚拿出来 然后那上面有密码 我就跟快递员 我说 你在这稍等一下 我马上上去 然后我联系一下那个卖家 那边给我密码 然后我再印一下机 然后他那个快递员就不耐烦了 直接就说 直接我拿走了 拿走了 然后一直就说啊 我去别的地方送快递啊 我说你怎么走的 他说 我去送别的快递 照语气很牛逼 我操 这顺风他妈的菜都这么差 我第一次遇到啊 刚才在那个那个什么手机店那里 然后他说不让用 然后用的话要收钱 然后意思说我要买他东西 然后才让我插一下 是这么回事 他手机店真他妈的好扣门啊 我知道 我还想找一个苹果手机店应该可以免费查 找一个那个苹果装卖店就ok了 哎 麻烦死了 兄弟们 咱没有真的是很那个啥老板的 宾馆老板的电脑他那个IC下下来32位的也打不开 64位的也不行 就没法用啊 真的烦死了 差一下还要收费 真他妈的牛逼 class 牛逼class 兄弟 我先去吃饭吧 吃完饭再说 先去吃那个什么 怎么粉 吃完之后回去 然后把那个手机 然后搞一下 我看这附近哪里 我那个可以验机的地方 你好 咱们老板咱们电脑上有没有爱事助手啊 我能用一下咱们电脑就验下那个机吗 我 没有用苹果机 没有那个苹果那样子 我能用下来电脑就下一个我查一下那个手机用不了啊 用不了啊 因为我这只是单纯的写最短的软件的其他都用不了 这上面就下一个软件就是那个爱事助手 我就验下去 我买了两部苹果手机吗 我怕他骗我 我用不了了 我就给你用了多少遅的 你去手机店家他帮你搞一下他 他不行啊 他说什么要多少多少钱 要20还是多少我去开玩笑的 用不了其他的只能写软件用的其他我们都没有一样的 只能写软件 没有系统了 谢谢 我就找一个 这边我感觉 就简单 就再用一下 他说收费 不免费 我觉得挺奇葩的 我在深圳那里 不管是哪里 我说用一下你们电脑 就很简单 你们上面都有 简单插一下 收钱20 你想钱想疯了 你知道请大家摸一下吧 不是不是 好谢谢你 好谢谢 谢谢 谢谢大哥 好谢谢 谢谢 多谢大哥 哎呀 还是好信心多 兄弟们 把那顺风 等顺完之后 我一定要投诉的 他妈那个逼 那个啥逼 顺风马上 那么差 服务态度 我先去吃饭 吃完饭再说 现在热 吃完饭 他说让我给他打电话 他妈的 我要找一下手机店 好 那边也有个手机 我吃饭的时候 吃饭在往回赶 还早呢 先去吃饭 吃饭往回赶的时候 然后用一下 不是对面 还有什么华为 那什么 人家 你给人家说一下 人家一般都会让你用的 不会说不让你用的 你像那 刚才问的那家伙 我操我真的服了 我说没事没事 别人就算了 你们也对 用是用是勤奋 不用是本分 没毛病 我说谢谢你 我就说 真他妈的 现在的人真的是 钱开到啊 我就我就插一下 那个 你们电脑上都有东西啊 就简单就插一下 也就啊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 就是啊 不是啊 你们家电脑真是金贵 这种手艺店就 真的 我也不是让你换东西啊 我给钱给钱 我靠 我什么也不用你的 你还要收费 我说 真牛逼 真的是啥没有 就是难 出来才发现有些东西啊 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大家都会觉得 卖怎么样 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好人是多 但是坏人同样更多 咱们去那个昨天 那个没开门的地方 然后吃一顿饭 吃一顿饭 然后回来 然后给他顺风 那个傻逼顺风打电话 等他我弄搞完 我肯定要投诉他 他妈的态度真他妈差 傻逼玩意儿 他妈收最贵的钱 他妈办最最差的服务 他妈服务 这人说实话 我都不想跟他一般见 但是他的搞法太气人了 我说你等我一下 我上去我拿一下 我问一下那个卖家密码 都说啊 直接把那个什么的给我拿走了 从我手上直接躲过去了 我说你干嘛 他说啊 你不是验计吧 我要去送别的快递 就这样啊 语气很硬 然后我问他 我说这里面是不是手机 他说你不知道我哪里知道啊 他就这样怼我 我靠有这样他妈怼人呢 我说你是服务的 你不是老板呀 你弄的比老板都牛逼 我说 我不知道他的孙中 怎么选拔上去的 到时候我肯定要投诉他 这种态度真的太差了 气人你知道吗 真的很气 爬气的一距离 应该在这边吃饭 吃完饭还要办手机卡 我操 那个什么银行卡 一大堆麻烦是等着咱们 烦都烦死了 真的好烦呀 这边不是全是手机店 然后给人家老板就说一下 一般人都可以用 不是说没有让你用的 有 你找找可能是会有那种好人的 知道吧 你包括你出门你就是环球旅行也好 你就是没水了没电了 你去多问几家 我相信绝对是有好人的 知道吧 他不可能说每个人都说 你说我没有水了 我能去你家这些水吧 他都说不不不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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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肯定有一个说yes 知道吧 要不然你去人家用点电 你说给人家点电费 然后充下电 麻烦人家一下 有的也可以啊 他看你是不是出门在外也不容易 他就会帮助你 所以说我说了这个世界可能说是坏人会比较多 但是好人也会有的也会有的啊 之前我说什么好人多坏人少 其实这可能不太对我操 哎呀妈的过个艾斯还要收钱 我操牛逼想钱他妈想疯了 他刚才他说的我没听懂什么意思 他说啊晚上的话可以给你用一下啊 现在不行 然后说你说晚上免费的吗 他说晚上也不免费 他妈的你说了干什么 我真的服了 他说哎 这不是竟是手机店 我先去吃饭吃完饭 然后我我回来的时候 跟他跟那个傻逼顺风打电话 让他送过来 我咽一下机 傻逼顺风我操你妈 真他妈的热心 刚才我到的那个地方 就是昨天那个什么18号那个什么什么饭 那个地方就是在某团上面 然后他他告诉我去后面 我去后面那一家问人家了 我拿了那个团团的那个优惠券 然后给人家人家说用不了 然后就说就是你昨天那一家 然后我去昨天那一家 那一家往前面一看人家连开门都没看 电话也联系不上 现在就是找客服吗 客服说啊补传我一个什么 十元券啊 那个意思就是说我花了那个钱不退款 我靠他妈的我来来回回白跑 那么远我从来来回回两公里 啊我都跑四公里浪费我这么多时间我说 他某团我也真服了 你说这些商家他不做就不做 我说搞的恶心人是来来回回人家跑那么远 我操你告诉你告诉人家不是我家的啊 昨天他就告诉我 我说我看了就是你们这里导航就在那边 他说不是我家的你是在后面啊 啊人家现在已经下班了啊 我去看人家是下班了 结果今天我去人家呢 人家就说就不是他这里啊 他的招牌确实也是啊 18号啊 周宅饭啊 然后前面就是我昨天去那一家 他告诉我不是的 他家就叫18号啊 是吧 包宅饭啊 就是他家没毛病 我看了看地图都不太差的 结果连门都没看 这不是纯纯的忽悠人 你做不起活动就不要做 我说搞到他妈的革新人 我操得把人家他妈跑那么远 真的服了 又问了这家 然后他这个是什么电信的 他意思说用不了 验不了验不了 那就 我靠找个苹果专卖店都好少 现在苹果专卖店 我估计都倒闭很多 说前面才有什么苹果专卖店 去看一下吧 啊那个顺丰针他妈革新人 烦死了 哎饭他没有的也没吃 我操白跑一趟 咱们这两部手机都签收了 然后他那个手机的话是 一步是换过原装的屏幕 另一步呢 是这个屏幕好像有点问题 有点色差 然后好像那种漏液 但也不算漏液啊 就是感觉是使用长了 有那个什么水印 为什么我觉得一眼这个像一个国产屏吗 因为他那个颜色不对 就是他那下面那个框比较大 我估计这个应该是后压屏或者什么啊 我觉得觉得应该是这样啊 有可能是这个屏幕外屏摔碎的 然后他去手机维修店 然后 压了个屏或者怎么回事 我回去再跟他聊啊 这个卖家意思说让我赶快签收 但是我不能赶快签收 我回去我还要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 反正厌机的话是没啥问题的啊 厌机的话 这个卡贴机的话是 512亿啊 没有就是那个锁了 或者就是没有那个 id了 或者什么的啊 他只不过说是一个卡贴机 需要装卡片吗 有锁机吗 然后他这个的话就是电池啊 没啥问题 电池是100的啊 描述相符 然后这个屏幕的话 他有那个序列号啊 三星的屏幕也是正确的 原装屏幕啊 就原产啊 应该是应该是原装的 但是是不是厚压的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然后显示厌机报告是88 就换过电池吗 厌机报告88 另一部的话就是换了两项 就是换了一个原装屏 然后还换了一个那个电池 然后现在电池是95% 那个美女的就是95 他那个是国航机 这个的话是一个卡贴机 回去我看看怎么回事不行 还有这个压架啊 这个不行这个屏幕有问题 他没有说清楚啊 我问他屏幕有没有事情他说是没有事情啊 我说都换过啥了 他说就换过那个什么啊电池 描述是基本上相符 但是他这个屏幕 我要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有色差啊 要不然咱们后续 使用起来可能会出问题 比如说这个屏幕突然就不显示了啊 会有这种情况啊 所以说咱要以防万一啊 我今天的话真的他妈的一肚子气啊 领领顺风快递顺风快递 他跑了 然后好几好友他回来 然后问我在哪里 我说去吃饭去 然后说他就说啊 我回仓库了我靠挺豪狠的 然后说话很重 然后我验鸡台说啊 你能不能快点牵手快点牵手啊 就是就是 他说推的很急这个顺风 我想想想我真是想投诉他 但是很想算了 得饶处且饶人吧 就是刀子嘴 我这个人也是豆腐青 还是说出的话可能啊 不会去做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我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 我确实是一个刀斧嘴豆腐青 所以说我还是不会去投诉他的兄弟们 我不是那样人好吧 咱们不投诉了 给大家开玩笑啊 生气归生气 但是怎么说呢 大家上面都不容易 能不要投诉 咱就不要投诉 好吧 那个店家我是真要投诉啊 就是那个某团那个店家 我昨天去他那里吃饭 我给他出事那个 我说 就是你们这里 他说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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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他一直在说不是 你就是把那老板叫我过来 老板说啊不是我们这里在后面 他说后面已经灌门了明天再来 叫我第一天我去后面那个人家都不认 人家说这根本就不是我的我的招牌就是18号 粥粉饭还是什么东西 之前他说啊是那个什么 是那个后面 压根都不是后面好不好 然后我就回前面了回昨天就是拒绝我的那个老板 他说不是在那里 结果我一看在对到一些地图百分之百是 所以我就直接向某团就是提交了这个投诉啊 就投诉那个卖家不讲 诚信是不是 我在你上面就是付款了 你也开通了这个美团到店吃是不是 但是你是不是 我去了 你告诉我不是你家 你忽悠我是不是 我第二天我去那里 然后再去你家的时候 你家妈连个人都没有啊关着门的 是不是成人的忽悠完 那我一趟是不是跑一公里 回来一趟一公里 我一天我跑两公里 对不对 我跑那么远我就吃你的轮饭啊 那不是还是图个便宜吗 对吧 但是你如果做不起就不要做 是不是 你搞这种是不是 这信任又会倦啊 那个科夫意思说不退 给你补偿什么十块钱怎么怎么样 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那个啥 哎不想说 其实我想吐槽的东西其实很多很多 这些商家 他没有的一点都不成心 然后刚才不是就是去一家手机店 然后我说用用你家爱死 他不让用啊 说要收费 然后买我们东西 然后我去那边啊 那个苹果手机店 那个老板那里啊 我我我擦擦啊 我说用一下你们爱死什么钱 我说可以可以 没问题 好我就用了一下吗 对吧 人家都免费让你用 对吧 就插下又又不是什么男士 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人家有没有这个干什么 能费多少点 对吧 这是我我也建议让你就是查一下 还收什么费啊 所以说不你要多找 不要就是说啊 觉得啊 这个人是个坏人 你觉得全世界都坏人 但是也有好人的 虽然说坏人多一点 但是好人还是更多的 所以说还希望就是大家那个啥 一家不行 咱找下一家就是总有就是免费 就是包括咱们环游环游世界的时候 去别人家就是接水的时候 他家不让急 他家总有一家 不可能说都不让 我相信不会这样 所以说好人还会多一点 我希望我能遇见多一点好 人而不是全都是坏人 我是真不希望这样 哎呀 两个顺风啊 两台手机啊 一千块钱干没了 他这个颜色有色差屏幕 我估计我还要压一下架 这个不行 这个有问题 我靠这里就有一家那个什么通讯 我没看到我竟然跑到那边去 兄弟们 你看我的眼睛 哎呀我怎么跑到那边去了啊 对我是想去吃饭 所以跑到那边去 我跑的真不近 结果他没有的范围至上 反正是把这个手机验完了 基本上问题不大 基本上描述啊也算 符合啊 屏幕应该是没问题 是不是那种 存原的就是没有后压的这个就不清楚了 我看那个颜色扫插是不对的 回去再研究一下 然后回去点外卖还是点外卖不到电吃了 我靠倒电油用不了他妈的白跑 想想他妈的都我都来气 哪有说这样搞我们呢是不是 明明啊是不是你就是那个什么是不是 你既然做这个活动吗你就要讲诚信吗 去你家里你说不是你家 你把人还忽悠到那里 你直接说不能用不就好了吗 对不对 他搞这种忽悠人的 我说想想我真的来气 这个必须投资 一样快利员的话就算 快利员人家挣钱也是打工的对不对 像这种商家他就是故意的知道吧 马上回到家了兄弟们 现在都快十二点去了 我操 本来想着去吃完饭回来然后就出发了 结果搞得我操现在饭还没吃 真的服啊 我也不知道那个拼机上面那个字体的那个买菜的东西倒没了 到了话我想煮鸡蛋吃 兄弟们看一下他埋的鸡蛋也到 这个鸡蛋这两天估计吃不完 这个带上 这个带上路上吃先吃这个 这个鸡蛋的话可以打开这还有个西瓜 十几块钱 看吃兄弟们今天不买饭 直接干他 干鸡蛋干西瓜 OK 西瓜到了 这个的切开 我记得我的那个勺不知道到没有到 勺应该是没有到 这个是 这啥也这么重 土豆 这个是土豆 土豆到了 十斤土豆 这做饭用的 这个是 这个是那个反光衣 穿上可以防止人家撞你 夜行反光衣 直接用得上 直接煮鸡蛋吃好吧 吃完咱们出发 吃点那个西瓜 出发去搬那个 东西 你看今天带到了过手 基本上带了好多 该吃吃该喝 一定要把这个体力补充好 搬到这个饼 尝试 这个鸡蛋这个好像有点小 什么这么带一点 好小哦 这个鸡蛋 这么小一点 好假呀 这个 咱们把这个还是一样 煎到水 直接用这个煮鸡蛋 咱没有电锅 就用碳就可以 就可以做饭 这个不知道会爆炸不 应该没事 应该没事 嗯 我这个买的那个勺子没到 只能用那个刀把它切开 然后只能切它切开 是连个勺子也没有 兄弟 哎呀 勺子没到啊 兄弟 那个勺子也没到 直接把这个放进去 就完了 两个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七个 再搞两个 剩下的晚上吃啊 直接是一顿的餐 直接煮到我 先用它煮 这个盖盖上 等它煮开就可以了 我怕它爆炸了 兄弟 爆炸了炸了 拿去吧 那么我得离得远一点 我把这个 窗帘拉上 我现在光着绳子呢 兄弟 这边窗帘也给它拉上 这边也有点 有人看见咱们这么美好的具体就不好了 哎 然后咱们再洗一下脸 好 好吃好吃 兄弟 毛巾擦一下 这两天就不买饭了 又吃鸡蛋就够了 哎呀 这些东西都是咱们到时候出发要带的 鸡蛋这个大盒的鸡蛋就留着吧 直接可以绑在那个车子上面 这个的话就我就不想拆开 那时候估计还要吃 算了吧 这个就吃光了 这两天就吃它 然后吃的少了就用它去装就OK 这个应该是不会爆炸 应该是没啥问题 这个烧开的那个鸡蛋 基本上就熟了 应该是不会爆炸的 爆炸我就RB扣了 兄弟们 你知道吗 就就就这个茶壶 就有的人就是这种酒店的 其实很脏的 有的人甚至用这个煮袜子 你们你们知道吗 真的有人用这个他妈煮袜子 牛逼不牛逼就问你们兄弟们 就有的人专门个性人就把这个 你使用过我使用过的东西直接 把袜子塞里面煮煮 下一个也不知道 他不可能说把这个茶被换了 他不会的 这些就是这些宾馆的这个人员 他们都是把这个 直接给你让你用的 他洗都不会洗的 说说 所以这个你就不敢恭维 这个就看大家自觉性 大家弄的好了 就那个啥 甚至不排除就这个床单上有的没弄干净 可能你还会染病 就染上皮肤病了什么的 真的会 为啥很多人就是住酒店 他们都不喜欢用 用他本地的毛巾了什么 都喜欢用自己 因为有人有病 知道吧 皮肤病 不是不会传染 是有可能会传 而且你不能保证这些 就是宾馆的 他呢就是那个 卫生他能 搞的百分之百好 他不是这样的 就是说 很可能他这个卫生他都没搞好 知道吧 这两部手机兄弟们我发现有问题了 就是 这个看啊 这个是美女的手机 我给你看看这个问题是什么 这个是有面容的 这个是520块钱买的 他这个问题在哪里 他这个问题是 看见没有 漏页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不太灵敏 有时候 他不是说美子 你看 他不动 对吧 你看 反应迟钝 不太灵敏 你看 他不动 啊 这屏幕是有点问题的 看 屏幕有问题 这个面容是没啥问题 这个面容好的 这是美女的手机 这个是换过 应该他换屏幕 我知道是换在哪里 你看这有面容 换的应该是瑕疵屏 但是这个瑕疵屏可能出问题 看到没有 这下面还有图标 抖音的图标啊 手机的问题应该就是这 就是屏幕 不太灵敏 有时候不太灵敏 或许可能就直接用不了 不灵敏 你测试一下 看 你看 不灵敏吧 断触 你看 有时候会不灵敏 有时候可以 这是这个手机的问题 这个呢 这个也是500 看看这个500问题的 看到没有 这里 这里 他这个应该也是原装的 不过是后压瓶还是怎么回事 这个就不知道 看一下这个问题在哪里啊 我给大家看看 看到了吧 露液水印 黑色的 你看白色的就能看出来 这里 这个地方 地方还是蛮多的 这个 都是有点问题的 机器 但是问题 可以 这个就500块钱的价格 说贵不贵 说便 毕竟有一有一点好处就是原装品 其他的就是没有什么 这个砍价也没法砍 本来就很便宜的 砍也没法砍 看一下 面容有问题 面容不能用 这个是能用的500 这个两个他妈问题 半斤对八粮 这个是屏幕有点不灵敏 然后 录音 这部呢 是卡贴机 这个是国行的 这个是卡贴的 卡贴的话就是 是屏幕是挺灵敏的 屏幕很灵敏 这屏幕特别灵敏 你看 这滑的就不一样 对吧 那个他妈的是干滑 滑不动 啊 这个是想怎么滑走 你看 这才叫灵敏 但你看看这个 有面容啊 直接就开了 开了完了 看 滑不动 他们用的 看到没有 允许 允许 点不动 哎 看到没有 这个是屏幕啊 触摸不灵敏 这个是换的 应该我没猜错的话 这个应该是换的瑕疵 瑕疵瑕疵瑕疵到哪里啊 看到没有 有水印老化 这个 这个原装瓶的话 我估计这个美女换的 应该是一百多块钱的 这个屏幕应该是一百多的 这个的话 我不太确定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后压的瓶 或者是摔过啊 但是这种情况的话 我我还是觉得可能性比较大的是 就是使用时间过长 苹果手机 有一个比较 致命的弱点 就是使用时间长了 就会出现这种奇奇怪怪 什么漏液了什么 你去吧 你看 漏液 这算是描述不符啊 他没有说这个问题啊 我问他都换了什么 手机有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 然后这个美女他也没说明问题 包括这个不灵敏 他没有告诉我 这不是我的问题啊 我 你卖之前你应该是告诉清楚 对吧 但是你这个他们 滑不动 哎 你说尴尬不 哎 说亏不亏 说不亏 有点亏 反正大毛病没有 小问题不断 他有时候灵敏 有时候不灵敏 你看 哎 这两个是半斤对吧的 不想说 这个用着应该是问题不大 虽然这个有点漏液 但是问题还是不大的 比这个我感觉要强一点 这个虽然说啊 没有什么损印之类的 但这个不灵敏呢 滑不动 你看 又不动了 他给我这个充电器不到是快充还是怎么回事 那怎么越充越少 我还是百分之九的电 这不行 你换个充电器 鸡蛋煮好了 我把鸡蛋放在这个胶盘的这里 我们吃鸡蛋 兄弟们这个手机一会儿给他退回去 这个手机的话 那个卖家他不退钱 因为他这个手机当时我说的这个是那个原装的啊 结果大家也看到了这个问题多少 还漏液啊漏液深处 然后关键这还是个国产品 你看这个的话它是原装的 虽然说是换了那个瑕疵原装品吗 但人家有面容啊 锅航啊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个卡贴机 然后后客还碎了 我就不打开 搞碎了 他又说我把他手机给他搞碎了 然后以后等快利过来 然后这个的发顺顺到负 本来我是想 给他讲讲价然后就退退就是300块钱 然后给他拿下啊 他不愿意啊 他他一直说当时还是不不退钱也不亏 也不退货不让退货啊 就我爱怎么着怎么着 后面我就说 你如果这样的话我就找客服了 反正到时候还得退货 他随后他又同意了退货 然后就跟他聊了半天 然后他说啊 你要不你要不看看你花了多少钱啊 你还想买什么什么什么 那我就给他拿这个看了 我就说同样的价格是不是 我买这个是不是才花多少钱 500国行的是不是有面容 你这在卡贴机后面还碎了 然后还是个国产屏幕啊 还有漏夜能一样吗 对吧 然后才开始他还骂人后面他又不骂了 然后我说我这个店也给你充好了 然后一会 给你发回去 你就是真的这些能用的啊 他说谢谢你 还给他祝福我的 我感觉他是在骂我 有什么骂呢 对不对 因为本来就是你的错 我买的时候他告诉我这个手机啊 就后可睡的是个卡贴机啊 这个我可以介绍 当时说的是原装屏 然后换了电池 我说没问题啊 这样可以啊 对吧 关键你这个手机好家伙是不是 但是他是一个写了原材的国产屏 你看这两个一对比就出来了 下巴多大 这个下巴多小 你对比都出来谁也不是傻子 他觉得 就是我这个价格买不到啊 好的手机 他觉得 我什么贪小便宜什么贪小便宜 那为什么这个 对比一下是不是 立马就见分晓了这个 是不是这个都好给大家看 这个很好这个手机我很满意 超级好 真的 绝对值这个 虽然说 屏幕有点录页吧 但是 还行吗 算不弄了 这是一个妹子的手机 虽然说屏幕有点不流畅 但是 开视频足够了 比这个强 这个录页估计也顶不了多久 是吧 这个多漂亮 还是个妹子的 这个一个大男的 关键 你还我搞这种是不是忽悠我的 我都说了 大家都不是傻子 大家都讲一点诚信 不要搞这些是不是 你直接说清楚 我就不会买的 你看我买了 我又给他退回就浪费我时间 本来我现在我 应该出去去办银行卡 结果他我搞个这个 我当时我就想着 退200块钱得了 然后就 收下 结果他不同意不同意 垃圾吧 不同意 还给你 对吧 直接发到负平台规则是 描述五福啊 运费由卖家承担 就这么简单 兄弟们咱们收拾了一下 然后咱们现在是下午的 马上就三点了 然后咱就要出发了 去哪里啊 去那个 那叫什么地方呢 好像是那个银行那个国民村镇银行还有其他的一些银行都要去 办的事情很多啊 本来是 早都该出去了 因为 收到这个手机吗 这不是有问题吗 所以 就要给他返回去 没有办法 本来是想直接就出去办银行 但是 耽误时间了 现在都到了下午的马上就三点了 银行都快下班了 银行估计五六点就下班了 要不然能不能办成功 烦死了 我总共是带了 现在身上是四部手机 然后两部苹果插 然后一部插麦克斯 然后一部这个安卓手机 本来我这个是已经买回来了 但是因为他这个手机有问题 然后他又不退钱 那我只能给他退货退款 只能这样 不然的话那怎么搞呢 对不对 所以说没有办法的事情 不行 那你就给他退货 对吧 我本来说 我说退200 然后300 我嫌我这个要了 我认了 然后他说 一才开始 给大家说了 啥也不弄 不退款 不让退货 后面 等他弄个退货退款才成功 我这个快递的话 我就给他退退回去了 然后这个是有问题 然后顺风来了 然后我退回去了之后 我就要去那个银行 办那个银行卡 在吊毛才开始还不退货 现在老实了 该退都在退 兄弟们 咱们现在出发第一个地方 就是那个什么湾 那个银行 那个湾银行弄完之后 然后去那个桂林银行 然后看一下 桂林银行看完之后 再去其他银行吧 好吧 就一直朝着这个路走就ok了 今天 能搞下来的就搞下来 搞不下来没办法 哎 事情太多了 我操 还要收自行车 什么快递乱七八糟的 我操 都在这里 烦都烦死了 哎 本来想的这个手机 他妈没啥问题 结果 妈我发过来一个国产评 我操 搞得我退 我还要在这等快递 咋个子台 我操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个是国产评 我啥都不知道 我哪知道 我又不是专业搞手机的 可委屈了 我操 搞得自己是受害者一样 我操 搞得是我有问题一样 明明你说的是不是原装评 你给我发个原装评就行了 是吧 你先我我搞个国产评 我操 是有原装没毛病 那个原装是写的 我可我过那个艾斯了 艾斯是过了 但是那个东西 你写原装的话 他也能过 知道吧 你只要有原装评 你换个国产评 你写个原装 艾斯照样能欺骗过去 知道吧 就是你还要有一定的这种分辨能力 不然的话很容易被碰的 在这种网络上购物的话 水还是很深的 手机我是懂很多 但是你像那种 我都不太懂 像自行车 这些装备了什么 我真的不太懂 因为我真的没了解 我是第一次骑自行车 然后去干什么干什么 我真的是第一次 这吊毛他妈妈的烦死我了 本来我是想呢 我靠 这个手机收回来直接 啥都不用买 结果现在搞的 我还要去 买东西 想想都难受 我还是把这个钥匙放在这个背包里 那个手机给我滑上了就不好了 那个手机挺好的 小姐姐的 他那个不是屏幕有点断触吗 然后我就跟他搞了搞件 就退了差不多是一百二 五百二买的 然后退了一百二 总共是四百块钱 他收下了 断触没啥问题 呃能拍视频就行 问题不大 能用还可以 自保险也值了 虽然说漏叶吧 换了是瑕疵品 但是他有面容啊 有面容啊 兄弟们 你没听错 有面容哦 那个国行是绝对值的 那个卡帖集绝对不值五百 你就是买回来之后就肯定要亏钱 就是你再卖出去不好卖 你说我挂五百 你告诉人家啊 我是国产瓶 我还有漏叶 你看人家要不要绝对没人有 所以我都跟他说了 我说 我也是那个拍视频用的 我说 你这个如果说我退个 二百二百就是212吗 不是运家运费吗 212 然后我就在给你收下 才开始他妈的他不讲我 他不退也不退货 不让退货就这样 然后后面我就说 我给你退货退款 听明白 最后他才给他磨半天 然后他他他他还不得不同意了 同意之后 然后他还让我跟他什么给他 付钱几块地 我付你大爷 我付 你这样坑我他妈了浪费我这么多时间 我还给你 付钱几块 你那平台上面写的很明白 如果说是卖家的问题 描述不符的话 这个运费由卖家承担 然后买家的话直接可以发到负 没问题的 可以的 就算你发顺风到负 他不说没关系 不说 这手机丢了也给你没关系 反正这个运费已经写得很明白 卖家承担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一点对于 监管那个是平台的这种 效果的话肯定是有的 有些是不是描述不符 他可能就不会发货了 因为发完之后你给他退回去啊 是不是 就是卖家自己付钱 那他肯定不干了 对不对 那这不是就挖逼扣了 是不是 所以这种也能就是 减少很多麻烦啊 就是让一些不成心的卖家 他们就心里会颠量颠量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运费没多少钱 但是很多人 会是因为这个运费他不想买或者什么 这个运费其实 他这个改革是有好处的 确实能杜绝很多这个卖家 就是卖家货的这种情况 就是描述不符 他就算卖给你 他又收不到钱 然后退货了 他自己付钱是不是 他就得不偿失 等于说是他 几块的给你寄过来 是不是要花钱吧 然后退货 然后那个运费还是他的 等于说是他要花两次运费 自己寄过来 然后自己再寄回去 这样玩肯定是很多那个卖家他就不干了 所以说这就会真的会杜绝很多 这种 卖家不诚信的行为 我还是 蛮欣赏这种平台的改革 但是那个什么那个恶意砍价 我真的他妈的 我感觉挺搞笑的 讲价叫恶意砍价 这服了 你像有问题我才会给他讲价的 我都给他商量了 我说 要么就是退钱 你这有问题退钱 然后我可以认因为我是拍视频的吧 我不像他们可能说用比较多 我最重要就是拍视频 只要能拍视频没啥问题 那什么卡帖不卡帖我都无所谓的 对吧 我都没有计较这些 知道吧 这个这个 这个手机是他确实是断触 就是有时候会断触 断触有点明显 但是拍视频应该是 问题不大就是导个视频了什么的 问题不大关键他还这个国航机啊 虽然说换了一个瑕疵屏幕 但是价格还是值的 400块钱是绝对值的 400块钱上哪买个就是有面容的 是不是 虽然说他有点端触吧 但是还可以还是400包有 想啥呢可以发顺风 等于他现在他赚也就赚个380多块钱 370多块钱 可以了 做人不能太那个 那个什么了 本来想给他退200多呢 然后他一直说 退100我说120吧 其中的话直接给你收款收款了 这个 我看到时候能修的修一下修不了 我也认了 我就这样说 然后他说可以 然后就给我退了 然后我立马就给他收获 咱也不磨叽对不对 你像这个卖家是不是 你卡帖机 你卖500我也认了对吧 你这只要是国产屏 不是只要是原装屏 我都认了 结果你给我发个是不是国产屏 还是漏叶的 那我肯定不行了 对吧 那我给你商量 我 我让你退212 300块钱买 我觉得可以吧 对吧 他觉得很亏一样 我操 那你说实话 你这种手机 卖不卖不了上去 上去价格 现在等于是 卖家那边等于是亏一个顺风钱 又亏一个顺风钱 他应该是亏了 40多块钱 我觉得挺搞笑的 没事 也不怕他不收货 他不收货 他拘收的话 没事 平台那边有那种规定的 就是说 卖家承担运费 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所以说 只要按照这个规则来 是不是 只要你给人家退货 退的是正儿八经的东西 绝对不会那个啥 所以说 大家就 明白了吧 这种 确实也能够杜绝很多这种卖家不靠谱的情况 但是确实还也有这种卖家不靠谱 他们还很委屈 我说 到了第一个银行 北部湾银行 来这里看一下 我们的主观体 那个境外局限免费的银行卡 刚才进去问了 然后这个银行的话 他跟我之前的那几个银行差不多 他说要 要什么 长期居住证明 他说可以给我办什么二类卡 办完这个卡之后呢 他说 他这个银行每年 就是说 境外取限的话 每年只能说是 钱八笔是免费的 后面就要收钱了 就是一年有 八次的取限额度 就是不需要收手续费的 我觉得 八笔也行 管他几笔呢 反正办了再说兄弟们 万一说是不是 这个卡锁了他妈换下一张嘛 对不对 办多了没坏处 反正上面我又不存钱 用的时候我就是把这个当一个过渡卡吧 对吧 其实没多大用啊 我是不信任这些什么小银行 那我只是说就是尽管取钱 取钱 还就是说 我要取钱了 然后我再转这个卡上面我不取我都不会转的 所以说这个卡其实 就是我给他们银行带来不了什么实质性的那个什么 可能就是一些就是转汇的 这个钱他们可能会收一部分 可能他们呢就是转汇那个汇率可能不太好 这也有可能是真的 大家会觉得什么中国银行就是 就是收手续费 可能有些银行真的他那个就是转汇就是转换嘛 就比如说你人民币转换中越南越南鸡 越南盾嘛 然后你想就是转汇的话你必须要那个什么 他是不可以那个啥的 像转汇的话 他到时候可能会汇率给你的比较低 你知道吧 像中国银行的话和汇率还是蛮高的 在其他银 其他银行之中还是挺不错的汇率 但是有一点有一点 就是取线 不免费 你像我的长城visa卡就是 那张卡的话 他是每个月第一笔钱是免费的 就是可以取 然后他那个全球都能用 一个不够用真的不够用必须要多办几个 所以说我今天我就要看看 到底哪个银行可以是吧 必须把这个搞下来不搞下来就 没办法弄啊 咱们的目的就是 用钱知道吧 咱的目的就是用钱啊兄弟们 所以的话就 很那个啥兄弟们 哎真没办法 早上的话我就是在这里然后验鸡了 非常感谢这个这个这个大哥 咱们给他做个广告 以后大家有需要粉丝们需要买手机 都来这一家 感谢啊 就是让我用了一下那个爱思验了 这个大哥仍然挺不错的 有需要就来这里买手机了 这上面有他电话号码 OK 感谢大哥 哎我还忘了一件事就是把那个什么 闲鱼上那个退货的那个什么单号 然后写上去啊 然后咱们把单号写一下 然后 一直还是往前走 然后那边有一个国民村镇银行 然后咱们去看一下是怎么弄的 兄弟们今天这个天气 我觉得比昨天还要热 然后咱们基本上快到那个什么村镇银行了 然后前面那个贵的银行也差不多了 然后过去再问一下 看看到底能不能办 问一下看看怎么样 能办就办 办不了就拉着的 还有一个国民村镇银行 今天都营业了 抓紧时间把这几个东西都搞定 就算搞定一个也可以 咱就多了一个就是境外取现免费的这种 渠道知道吧 专入咱们是环球旅行 就是你很多地方他找不到换汇的 知道吧 有些地方他不一定给你换汇 就是你用人民币的话 最好就是还是办一张银行卡好一点 如果说你是美国人的话 那就是牛逼 美国的那个储蓄卡 为啥储蓄卡的话人家的那个利率也高 然后全球 局限免费 你没听错啊 那么很多银行的局限都是免费的 到了这个东西国民村的银行 然后他们进去问一下看看这边是办理是什么情况 在这个国民村银行 这里好像是能办这个银行卡 这个也可以在境外取现是免费的 这里还是蛮不错的 一会再去广西那个银行那边 然后再看一下 再办一张 兄弟们把这个东兴什么这个银行办出来的 但是他告诉我 如果说你现在就是出镜直接是使用他的话 可能会冻结掉卡 说卡会可能会冻结 没有的 咱们国内办个卡真他没有的麻烦 说冻结还要到这个广西这边才能解冻 不好弄啊兄弟们 虽然说办了但是用处感觉还是不太大 他说我们这个也不是完全免费的 他说那个境外什么那种转换费用 他就说境外取现不是有那个货币转换费吗 是要收钱的 虽然说是手续费是免了 但是货币转换费是要收钱的 你像我那个visa卡的话 他是全球任何一个国家 他是每月前一笔手续费是免的 然后后面就要收手续费了 然后他那个是自自动转换你知道吧 他就是 他那个好像是就是那个 中国银行那个长城快移动好像是 那个免免出那个什么货币转换费的 不需要收货币转换费 但是他收手续费 我也不知道这两个哪个划算 然后咱们再去贵邻银行 然后问一下看看能办银行卡 能办了咱就办一个 办不了就拉这个卡 一张我觉得就够用了 哎到境外我还是觉得用那个visa卡靠谱一点 一样别的卡的话感觉不太靠谱 咱们刚才就是问那个 呃那个什么广西贵邻银行的工作人员 他说不行 他说我这种的话 只能干什么 只能通过那个什么 什么什么证明 然后就是那个工作证明 或者什么居住证明 长期就是本地的最好 像我这种外地的就不给办 然后那个 那个国民村镇银行是办下来了 然后那个就没办下来啊 没办法 他正银行跟银行的政策不一样 他有的好办 有的就不好办 我问了那个 那个什么什么银行跟那个国民村镇银行 基本上差不多 都是境外区业免费的 但是贵邻银行 之前那个营业营业人员 他可能不太知道吧 他们的就是银行的说法都不一致 就是说有人可能会跟你说 我们这个是免费的 怎么怎么样 其实你 你用了之后 你才发现他们前几笔是免费的 不是完全免费的 然后我刚才我问那个 广西 桂林银行的那个工作人 他说 我们这里不是所有都免费的 你想多了 那这样你不是完全就买了 他说 前八笔啊 我们这里是免费的 后面我们这里是不免 是个 手续费的 会收手续费的 他说 我说是不是很便宜啊 他说也不便宜啊 那基本上就是说前几笔 可能说是一年 他说前八笔是免费的 一年 你没听说一年前八笔 免费的后面都收费 还有那个北部湾那个什么银行 那小银行也是 跟那个差不多一一毛一样 然后他那个好像也是 收钱的 所以说我都不想说了 咱们中国的这些银行 这倒是有点那个啥 啊 要是美国人就好了 美国人那个什么银行卡 人家谁收你钱啊 直接全球曲线 免手欲费 你没听错啊 而且你存美金的话 那个年利率有的 有的好像就是 二点多吧 有的甚至更高 就说 美国的那银行卡非常牛 我都想买 办一张那个美国的银行卡 在境外取钱就是很方便 这个 这个国内的银行卡就很恶心 一年就八笔够用个屁 你要是日常旅游还行 你要是经常在外面的 根本就不够用 所以说 还是没办法就是逃脱 就是取现收手续费的 这个 难关 就是说有中国人的地方 你就尽量去找中国人换 没有的话就去 atm 取钱 就说这这银行卡作为一个应急用 是没问题的 就是能找当地人换钱 尽量找当地人就换点钱 就找中国人换钱就ok了 他比你要那个 比你那个弄的要强一点 是这么回事 所以说我还是觉得 不太好弄啊兄弟们 哎呀 这个银行卡好像办了跟没办差不多 真的差不多 现在在到最后一个银行就是 广西农村 新荣社吧 这这是不是农村新荣社 应该是这里吧 这农业 这怎么没开门 今天还没营业吗 什么情况 五点这么早吗 现在还没到五点呢 我刚五点了 我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人 现在还是去那个 那个 那个口岸那边转一转吧 就是那个 东兴口岸那里 我觉得办这一张卡就够了 疯了就垃圾不倒 就说冻结了 我老子不用了 老子就用长城跨境通微煞卡 别的不用了 垃圾卡 冻结了他妈钱又退不了 还要 还要到这个广西这边 还要办理 才能解冻 就很麻烦 兄弟 现在已经五点了 那个银行都下班了 没有办法 明天再来这个广西农村信用社吧 明天骑着羊车 咱们的那个 自行车刚才那个德邦快利说到了 然后我说我在外面办银行卡 我说你能不能 帮我弄一下 帮我就是 组装一下 然后没啥事的话 他说啊 我们是送货的 我们不给组装的 我操 牛逼 所以快利员 我不知道包不包组装啊 反正他那个卖家就是 发货的时候好像是我看是 他们那个快利员在打包的好像是 所以不好说啊 到时候到了我去组装一下吧 回去了我看看能装就装一下 明天再装还是今天再装 回去装吧 好 咱们先 先去那个什么 先去那个口岸那里 接着去口岸 今天等于二就办了一张银行卡就是 呃 这个叫什么啊 叫国民村镇银行 别的就没有 他们有这个什么货币转换费 然后那个长城跨移动好像是免货币转换费的 但是他收手续费 就是12块多 然后收1%的那个什么手续费 啊 就很尴尬不错 国外他妈的取个钱还有钱 咱们中国的这个银行卡真的是不太行 那想吐槽 但是没办法 你就是个中国人 那你能怎么办 对不对 怎么认了 你要是美国人的话 其实你别说环游世界了 你就随便走 人家都很欢迎你 一听你是美国人 直接就高兴的还不得了 美国人在全世界范围来说他拿了他美国的护照是很好用的 全球很多国家都是免签的 那像我们国家的签证啊是不是全都一些什么冒险国 叫不上来名字的我都不想说了什么 缅甸 柬埔寨 我去没几个像样的全都是一些 非常危险的国家啊 没几个就是 稍微就是上点档次 真的不是说的 我不是说本地这些国家或者什么的 确实是这样的 很多国家就是说 不太行 真的不太行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下午5点 中了 然后中午的话就是吃了那个鸡蛋吧 然后还把那个 卖家那边的一个手机然后还退了 我到时候回去我看看要不要再买一部那个手机 我估计时间也不够了 今天是4月 4月3号明天是4月4号 今天晚上我估计那个签证应该就下来了吧 签证下来的话 我就要找地方去把这个签证就打印出来了 反正是咱们现在就是办理了一张 他是说那个什么境外局限是免费的 但是他说我们这也不是完全免费的 就是要收那个什么货币什么转换费用 也是要收钱的啊 这个应该是很多银行都会收钱的 你像长城跨境通的话 他是全球 100多种货币啊 就是可以自由的转换 就是你放进去 只要放进去美金 就是用中国银行的那个银行卡 然后换成美金 然后再转到那个长城微萨卡里面 然后你在全球任何国家 你只要取现他自动转换成当地的货币 好像是不收那个什么货币转换费的 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我也忘了好像是这么回事啊 所以说中国就是那个长城跨境通其实还是蛮好用的 全球很多国家都是可以使用的啊 只不过说第一笔是免费的后面就要收费的挺贵的 然后是十几块钱 他不是钱了 他是他是美金 他不是人民币啊 兄弟 他是至少是好像是15人民币的那个手续费吧 我忘了是不是呢 反正就是特别贵啊 兄弟们 说实话能 不用银行卡 那就不要用银行卡啊 实在不行在用 能就是招当地人就换钱就换钱 换钱是好一点 但是有个汇率他给你呢也不行 其实半年对八点吧 就是那个atm机上他不能就是一次性就是取很多钱 他一次性只能取个几百 或者多少 完了呢你就拔出来再插进去又要扣一次钱 你看就是没比很多银行都是什么12块钱加进隔的百分之多少 对吧 你是不是你插进去啊扣了12块钱加百分之一 你再插又扣12 是不是重复扣了对吧 如果说那个所有的那个银行就是想取多少就可以取多少 对吧 那你一次性可以取多一点 然后就是扣这个12块钱加百分之一的这个手续费这样是不是划算很多了 关键是你在境外就是 用钱的时候对不对 他就是收你这个手续费收的太离谱了 真的很离谱 差一次啊取出来 12块加百分之一 差一次取出来12块加百分之一想要多少钱呢 所以说为什么要办那个什么境外区间免费的大家都懂吧 我之前我也做过一期视频就是在老屋 中国的那个 中国就是出境然后那个墨罕口岸那里itm嘛 汇率好像还是可以的 但是他收那个手续费 基本上 怎么说汇率就我感觉就不太行了 我当时就取了十二万劳币就好像就收我了十几块 人民币的手续费 然后老窝那边又收 然后我查询一次扣我六块钱还是四块钱 好黑好黑啊兄弟们 他那个银行那个atm机我感觉很搞笑 就是我明明我按了就是退出查询取消查询 他他就直接给我查询了 他好像就是跟我就是对着干 就是我明明我我点的是取消查询 他直接给我查询 我明明点的是取取消那个什么 取消那个什么取款啊 他这是他给我蹦出钱了 我觉得挺奇葩的 他们那个就感觉是强买强卖的一样 你只要卡插了我这里面你就要吐钱 你不吐钱你卡别想出来 我觉得很搞笑啊 这国外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就是国外的 那种atm都是这样的 如果都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就是 咱还是尽量就是找当地人换钱吧 现在虽然说就是五点 五点十几分了吧 但是这个太阳还是挺猛的 今天的话 咱就是桂林银行问了 然后不行 然后 那个什么 那个北部湾什么银行 那个说是 我帮你申请一下问一下 然后那个广西农农村信用社 我刚才不知道去的是不是 他们写的什么农业商业银行 我估计这个广西农村信用社这边应该都没有吧 比如回去了 然后我用那个手机地图导航我查一下看有没有 有的话就OK 没有的话就 不行啊 就这样 然后回去的话 我看看有空的话把那个自行车 我看看怎么组装的把它装一下 然后明天骑着他到处溜达溜达 明天骑着自行车去口岸了 今天4月1号了 明天4月2号 后天4月3号 再后天4月4号 也就是没时间了 也就是三四天的时间 然后就要 出中国了 今天已经过去的一天了 4月2号 4月3号 4月4号就要出去 马上马上就是两天的时间 4月4号等就可以拿着那个电子签证 直接可以去越南了 所以说时间不多了 就是两三天的时间 我这个再买手机的话 我估计时间赶不上了 啊 他那个 叼毛 那我发的那个什么是国产屏幕 我给他退了 但是我是想着 啊 就是找他部分退款 然后就是给我那个什么 但是他不行 他不同意 不同意就垃圾不倒 然后我就 我就直接给他退货啊 退款退回去了 你看建设银行还没关门 那个什么找农业银行已经关门了 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倒闭了 那这边人家还在营业 今天同样还去那个 那个什么口岸那里去看一下 看一下什么情况 今天咱总主要就是带来两部手机吧 看一下这个手机啊 这个手机是妹子的手机 原装屏啊原装就是有问题的一些拆点屏 看到没有有一个拆点 细微 它是亮的时候才有 不亮的时候 它是没有的 它就会 慢慢出现 这个应该会扩散 我估计 不知道能用多久 但是四百块钱值了 这换个屏幕也没多少钱 换个屏幕一百块钱 国产屏都换来了 然后还有这个面容 还可以 虽然说不太灵敏吧 但是没啥问题 你看就是不太灵敏 不行 又不行了 而去那个国门风景区去看一下吧 简单再拍一下 咱们就撤退 回去 广西这边好多这个电动车 我都没看见那个踩单车在哪踩 全都是电动的 好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 然后咱们又来了 不过现在已经快晚上 我觉得应该没啥人了 没啥人了 现在这个点 估计 真的没人出镜 哎呀 这边我感觉有点热 还得过对面马路 然后从那边走 这个手机我感觉拿着有点太大了 还是我的苹果X好用 这个拿着感觉很沉 就是没有那个苹果X就是感觉逮进 但是这个拍摄就是我觉得 要比这个就是苹果X要优秀 他的上面虽然写了3000毫安的这个电池 我觉得不止 可能比3000毫安要大 这个很耐用 这个比我这个拍摄的一个手机耐用多了 好 这边刚好是照着太阳 这边自然那边就是凉快一点 现在来晚了 感觉这边就没啥人了 就是咱们到那个锅门那里 然后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然后 坐一下玩一下 然后咱们就回去吧 为咱们住的地方 然后看那个自行车 能搞一下 咱们组装一下 搞不了就拉倒好吧 然后每天就转一转走一走 看一看 他能每天也没啥事 天天来边境 然后踩一下点 就OK了 然后顺利等那个什么下签就 可以了 然后咱们那个什么手机 那个什么还没到 手机就是退款了 然后那个钱还没到账 然后今天 收到了 然后那个有问题 我就给他退掉 这边的话还是挺多 那个出租车接客 但是我觉得他们生意应该好 不到哪去 很多很多都是空吃 现在我觉得还是没钱的人多 有钱的人还是少 然后这边是可以去哪里 我也不知道 我去上面看看 我还没上过上面 咱去上面看一下 不知道这上面啥情况 为啥这么多 我觉得这边应该是可以看到那个什么 两国的那个什么桥 这边出镜了 这上面应该是可以看到那个什么桥的 我第一次来啊 昨天没上来过 看一下看一下这个出镜是怎么出的 搞错了 这里的话 我看应该像一个什么停车场 这边我还是第一次来哦 这不知道是第几次 这是越南人 还是中国人我是分不清的兄弟们 我能分清的就是很多就是戴这种帽子 我会觉得他是越南人 其他的话 这是什么地方 这也是出镜吗 这是什么地方 我第一次到我之前就在下面没有上来过 今天才看到这点上来看 入镜人员通道啊那边是这边是越南入镜的 然后那边是出镜的 出速 我说这边是干什么的 这边原来是那个 出镜人员通道啊 他不是他不是一样的啊 就跟我之前在那个老窝那个边境那里好像都差不多了 一个出口 上面还是蛮凉快的 这个有点有点OK哦 这个广西的天气我感觉好着好着 越南天气我估计也半截对吧了 这边感觉没啥看的 他都是这个什么越南越南人进来的 我看这没一个中国人全都是越南人 我不用不用谢谢你谢谢 谢谢 这上面好像有那个越南人的这个餐厅哦 这边其实也有越南做生意但是不多 这边还有越南什么榴莲品牌 我觉得他们这个榴莲可能就是从从哪里从泰国进口的泰国那边榴莲还是蛮多的到时候去泰国可能真的能实现那个什么榴莲自由 这边下去啊就到了这么那个什么出租金管理最长到然后往那边一转啊就可以出境了这边是进入中国的就回中国从这里 然后自行转的话是可以顺着这条道然后下来的不过我感觉有点危险 特别是带很多装备的话就是不太好搞 这边有点危险 又到达了咱们的这个老地方啊 出入境管理局 出境人员通道 晚上没啥人了 我感觉去那边打工呢也挺多的 这是什么情况这是免费的吗 这么多越南人去做这一辆吃 你看越南人也不容易 背着大包小包的从中国搞一点货带回越南 直接是大自然搬运工 说实话我现在我都有点按捺不住了 我都想去越南了 但是那个签证还没给我批下来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下签 我就把到时候我申请的90天 他给我搞个30天我就我就搞笑了 这边坐在这个越南人我还以为他们干嘛的 原来就是有人过来了 然后那个货物多了 他他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帮你就是从这里然后提上去 然后你给我点钱 就是搞这个什么立功 有点像 那个越南的那个大妈 他告诉我他们越南发展的很好 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发展的那么好 还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边境做这个立功 我是真有点想不通 如果说他们的国家就是发展的很好的话 那他们为什么要在中国就是干这些工作呢 我看他们年纪的话大概就是40多岁 你如果说如果说他当你发展的好的话 他可以种植农业什么的 也可以赚钱呢 他就有点自相矛盾了 但是他们说的话我还是会有一点相信的 但是就是这种就是发展的非常好的这种说法 可能没有想象的就是发展那么好那么快啊 但是发展速度快 就是他们现在越来越好就肯定是真的 这些越南的大妈妈 我这有点没搞明白 你说谁用你就是说你提个这个就这么高一点 然后提过去 我觉得用的人很少 我估计提一次应该得给个 五五块人民币吧 就这个你说给他提上去五块人民币 应该是够用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用他们就是帮你就是提到上面 我觉得是 人应该是比较少了 没有那么多需要他们就是手提服务的 这边基本上没啥看了呢 还是往这边转转了 没意思 出应再看又看不到越南了 还要咱们亲自出马 亲自出马一个顶点 现在是马上六点了 但是现在人还是蛮多的 我不知道这个出入境它是几点关门呢 我估计应该是零点应该是会关门吧 也就是说这个出入境管理局 可能会营业到零点 应该就关门吧 入境越南它没有的我也不知道是去哪里换钱 我操 还有第一个去越南第一件事就是办手机卡 你知道吗 没手机卡啥都干不了 或者说就是骑着就往越南那个方向 下个那个谷歌这个离线地图就往那边骑 然后看到那个营业厅在办 其实往越南里面你骑的话 那个手机卡你可能还会办到更好一点的 就是最好找他们当地人办 就划算一点嘛 之前我找那个老卧人办的那个手机卡 80块钱 50块钱80个G啊 也算可以了吧 我不知道 反正有的人在那个口岸办多少钱啊 是50块钱才多少G 才20G还是30 所以说还是找本地人 当地人办好一点 有谷歌翻译你就可以跟他翻译吧 你不懂了 你就让他给你开谷歌翻译 你就可以用中文跟他沟通交流了 本来是蛮多的 我旁边这坐的都是一些越南人 他们说话我一点都听不懂 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 我想跟他们交流一下 然后问他一下他们一些问题 不知道他们知道我说的什么 这边的话应该是那个有越南人在那上面 应该是越南人开的啊 这不是上面写的西贡咖啡 然后上面是越南语 然后这个左面呢是中文是西贡咖啡 然后刚才在这边就是做了几个越南小伙子 他告诉我 就是这边那个西贡咖啡 就是越南上班的话是2500人民币 然后回他们越南的话 上班工资的话 一个月普通人的话是1500人民币左右啊 就是工资没有 之前我问那个越南大妈就是说的那么高啊 越南小伙子告诉我 他说的应该是真的啊 我觉得这个年轻人可能比那些 就是老年人就是说话可能要靠点谱 1500啊 我是蛮相信的 1500我觉得可能会比他高一点 可能就是2000以上吧 就给他搞个平均值2500左右 好吧 咱们这边这边 然后歇一会吧 歇会 然后一会就回去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越南那边的那个国旗 是那个什么 就蓝色的 有点像那个柬埔寨的那个国旗 然后有一个那个是一颗星星的 那不是越南的国旗吗 然后那个国旗我不知道啥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国旗我看不懂是什么 你看那个是越南的国旗 那个国旗我就不知道是 是什么意思了啊 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刚才这个什么德班快递 然后跟他吹电话呢 然后他说让我什么回去把自行车什么检查一下 然后签收 我签收你大一个锤子我签收 送你用美国见面 你给我弄了 我发现这个快递很不复杂的呀 兄弟 然后我说你先拿回去 我还没到家呢 然后他说啊 你这是最后一票了 我就给你放在这里了 什么搞笑呢 然后一会咱们就回去吧 现在还早 六点 六点半咱们就往回走了 这个越南大哥 他好像在中国二十多年了 刚才他卖首串给我 说一串首串六十人民币 我说你怎么不去抢呢 六十人民币 开玩笑呢 我给他看那个拼机器上面 就跟他差不多那个什么珠子 九块钱包邮 啊 你没听说九块钱包邮 他卖我六十 你说这个大哥能做生意不 这个越南人他真的是他在中国待二十多年了 天天卖这个我觉得也卖不了什么钱 你说谁要他的那个佛珠 要他那有什么用啊 对不对 你一个人卖六十 我在中国的拼机器平台上面 我想买多少买不来 对不对 所以说他这个有点那个啥呢 咱们往这边然后转一圈 然后就回回去得了 还没啥看的 去休息就已经 OK的 这边还是之前能不能来过的 这很多越南的这个小贩 往那边转就转到那边去了 其实可以从那边出去都差不多 这边还是一样的 很多的越南人 我觉得直接回回去好了 那边也没啥转的 昨天也转过的 都是卖一些什么越南什么木头的 什么段七八糟的东西 你看这里很多这个越南人 他们就往这一顿 我不知道是卖啥的 全都是一些香烟 我不知道香烟是从哪里搞的 他说从越南运过来的 还有咱们中国的这个中华烟 这个应该是越南人开的 这里越南人说两千五十米里 这里 全都是越南的 还有越南的咖啡什么的 它的我们说这日子 因为我现在也就是这样的 冿下是说 裡面的缘子 就urrito 各位 我们把他来放大 いて嗑 你看 的时候 你想要 什么 把他去了 那样 这个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哎 兄弟们 那个 那个傻逼快递员又给他吹吹吹啊 我今天我正在遇到很多傻逼人 今天这个运气很不好 他们心情也不好 吃饭没吃到饭 然后 然后 然后领快递吧 那个快递员服务态度很不好 下午又来 快递这个服务态度更不好啊 他说让我回去签收 我说没在家呀 我说你先拿回去嘛 我要验户啊 他说啊 你那我是拿不回去了 我给你放在这里吧 到时候有什么问题 然后你找我就行了 我说好好好 我正在这边玩呢 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 他是催我 他说你回去没有啊 你什么时候回去签收啊 怎么怎么样 我们这有时间呢 他吹吹你妹呀 吹 对吧 你不行 你就拿回去嘛 对吧 那我肯定要 是不是回去再说啊 你吹吹吹吹 车边的话 这人还是蛮多的 车边的话 这人还是蛮多的 车边的话 这人还是蛮多的 我感觉他们都搞不到松衣 就往那一蹲 然后有人来了 然后就帮他们就提货 然后上去嘛 这边的话 很多这个办理这个什么越南 忙机一日游 一日游 我觉得 还不如自己办签证啊 直接去办个落里签 它不香啊 帮办一份合照签证啊 快当 strips 这边的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人在这摆能赚钱吗 我都有点纳闷 它会有人买吧 反正我是不会买 我看也没几个人 这边还有个顺丰 这个门面应该房租很贵 这都不是一般人能搞得起 这边房租绝对是超级贵 比较口岸这种店铺的 我估计这个 一个月的租金可能就是好几万 这种都是黄金地段 人流量又大 这是应该是越南的拖鞋 越南的帽子 这边还要卖榴莲的 咱们现在就回去了 回去把那个什么自行车看一下 傻逼快递员 他妈吹你妈呀 这边他妈就是遇见他妈人才人 哎 心情真的很不好 还是从那边走 从这边回去吧 从这边回去吧 兄弟们刚才跟那个什么越南人学了几句什么你好 那个越南小伙子还教我什么说越南我爱你 说你好 你好叫什么我又忘了 反正挺简单的两句 然后他教我爱你的时候 我说我不用我不用我不用学我爱你 越南我不会说什么我爱你 爱个屁 我觉得这个越南人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越南还是跟我们中国人差不多 他可能会非常精明 然后你想那越南人身上占便宜很难 这是那个中国的那个边境大哥告诉我的 他说越南人很聪明的 你如果和他在一起的话 你会很吃亏 就是说他会一直问你要钱 没钱他就跑了 越南女的不靠谱的 另外就是我也不想找越南的 说是对越南人没没兴趣 真的是有点没兴趣 我觉得在越南找还不如在中国找 所以说我觉得没必要 我是打算在越南待几个月 然后跟越南人什么友好的交流 然后找对象的话 我是不太想找 然后去那个 见不在的话 可能会和那个 见不在那个女孩子 然后见一下面 然后绵点的话 我也想去和那个绵点女孩子见一下面 看见咱们中国的国旗 就感觉莫名的心安 莫名的亲切 这是我们的国家呀 中国 其实我挺希望我们的国家成为像美国那样的就是世界第一 我们的人民币可以在全球通用 替代美元 然后我们的文字 我们的语言 替代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 成为通用语 但是我觉得这个未来的方向以及未来的路还是有点难 因为现在美国真的是对我们是围追堵截 没办法 这个世界就是弱又强食的 你强 你牛 你不强 你就 是不是臣服就完了 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啊 这个世界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有好人有坏人什么人都有 一生之中你会遇到无数形形色色的人 你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样的 但是你相处之后你会发现 有些时候是你知人知面 你却不知道他的心呢 咱们回去的话 我估计还要走个半个多小时吧 这里离我住的地方还是有点距离的 然后今天等于是就完成了一个目标 就是办理了一张境外免手续费的银行卡 国民村镇银行 然后广西信用社我去看了 那个叫什么广西农村商业银行 我估计应该是农业银行吧 农村商业银行 农业银行 听那名字有点像 不知道是不是农村信用社改成啊 农业农村商业银行啊 不知道是不是改成这个名字 好明天有空那去看看吧 今天晚上 今天下午一会回去还要看看那个自行车怎么样 他意思说让我那个什么德邦快递的那个快递员 意思说让我赶紧回去 然后看看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意思说直接给我签收了 我当时我就说了 我说你先别别那个什么 你直接拿回去就好了 结果他说啊 我马上就下班了 你是最后一票了 我说你就最后一票 我又不在那里 我要看看这个有问题没有 然后他就说 一会儿 一会儿你回来 你检查一下就行 有问题 再说 我说有问题什么再说 然后他说 这样跟你说吧 有问题你给我打电话就行了 好吧 有问题你找我就ok了 然后后面我来到这里啊 大概六点左右的时候 他就给我打电话了 他说你回去没有啊 回去你检查一下 然后我们今天要给你那个什么签收 我觉得挺奇葩的 我人都没在那里 你就给我放那里了 然后那个车子好几好几千的 万一坏了怎么办 对不对 然后他还跟他催我 然后让我赶紧回去 然后看一下 我当时我就想 你们应该当着我的面 然后我就是验一下 这个怎么回事 如果有问题 直接就拒收了 然后你直接就发回去就行了 结果他告诉我啊 我先放了你这里 他就懒呗 就觉得那个什么就是大件 他不想搬来搬去 就这么回事 然后我发现广西这边就是快递员 那个服务质量真的有点堪忧 就是他们就是给你送快递 就很搞笑 知道吧 然后说话一句很冲很冲的 就那个顺丰快递啊 大家没听错 大家没听错顺丰啊 就是手机到了 然后你问他 你说两个手机是不是到了 他说我哪里知道啊 你不知道你买的什么东西吗 一句话给你怼回来了 我去服务员竟然这个态度这么强硬啊 比这个客户态度的强硬牛 只能说上一句牛 然后那个什么 那个顺丰是这样的 那个德邦还是一模一样 啊 所以说这些快递怎么说呢 他收的钱贵 不一定他的服务质量就行 他服务质量可能也是一般般 我不知道为什么广西这边的这个快递人员 就是与其这么牛这么冲 搞得跟他是老板一样 我们是员工一样 想选就选 想顶就顶 现在我每天就会徒步出来 走很远的距离 现在这个腿的话 感觉有点就是恢复了啊 不像之前就是随便走点路 然后腿就疼 现在好像有点就是这种 作用的可能是这几天就是锻炼 然后慢慢适应了 我估计 现在如果说骑着自行车去骑行 就是去越南去柬埔寨的话 应该是顶得住的 每一天的话 我会尽量的就是骑少一点 每天骑个不到50公里吧 然后就休息 累了 咱们就找个地方就往那一旁就OK了 不累了 咱们再骑就好了 然后你像进入柬埔寨的话就开始就是正式的开始快速骑行了 你像柬埔寨 你像越南的话就是热身运动 就是前三个月咱就骑得慢一点 后面咱就开始就是加快速度 然后就快速的就是把这个国家走完了 因为到时候这个柬埔寨这个国家太乱了 我不想办那么长时间的这个签证 但是考虑到我有那个越南啊 那个女朋友的这个联系方式 我可能会去看他 所以说我有可能会办理三个月的这个呃 柬埔寨柬埔寨的这个三个月的这个签证 我不知道能不能办 能办的话咱就办办不了再说啊 到时候大不了 就是骑了自行车去口岸 然后出境完了 再进去再刷一次就OK了 其实也没什么难的 就跟咱们就是老窝那边 然后就是说只办一个月的签证 过期了就交罚款 然后没事的话 想去就续签的话就出出境一下 然后再入境啊就续上来 就是30他不是规定30 30天你必须走嘛 然后你只要在30天之内 然后出出了这个国家之后 你就是出了这个出境管理局刚出去 然后你再管回来再紧述住境通道啊 是可以的 这样能刷签证啊 没毛病啊 但是有些国家他不是这样的 有些国家他不支持落地签呢 你就没办法用这种操作 然后去干你想干的事情了 还是要过红绿灯 然后从那边 然后一直走就到家了 这个柜的银行暂时算是办不了他的银行卡 他的银行就是办了然后也取不了钱 只能在柜台使用 这是一个积累啊 这是一个积累啊 没啥用 然后国民村镇银行办下来还是有点用处的 然后明天咱们能去那个农村信用社 就是那个农村什么商业银行那里看一下看一下 我估计那个应该不是农业银行 应该就是农村信用社 只不过是改名字了而已 我觉得是这样的 然后到时候就去那边 然后办一下 然后看看能办下来 能办就办 办不了就一张就够了 然后过两天咱们就下签之后咱们就出发 可能明天后天还会住一天 然后4月3 4月4号一早咱们可能会走 但是有一些快递我不知道4月4号能到 如果4月4号全部快递能到了 还好说 我就怕有些快递到不了 就是这个快递主要是咱们这边 就是太远了 属于边境地区吧 然后快递的话 到达的这个时间都很慢 不像我们河南 就是全国各地 你不管是哪个省份 你到我们河南也就两三天的时间 你但是你到这个广西边境这里 最起码都是四五天 有的快一点呢 可能两三天 但是大部分都很慢 都是那些什么发达地区的 比如说广东啊浙江啊什么的 离这边很远的 我发现广西这么远人好像骑电动车都不用带头盔哦 我们许昌那里你说骑电动车不带头盔都给你抓起来就扣分了 就要钱了 我看在广西这边没一个带头盔的 这边好像管控的不严哦 怪不得他们这到处都是这种吃 连个头盔都没有 看来是不用带头盔 这边又有一个这个翻新的这个楼 这楼我看起来像是那个烂尾楼 然后可能要重新搞一下 然后开业吧 应该是这样翻修一下 这边其实很多这样就是这种破楼烂尾楼 我那为啥会成成这样 你看这么好的地方那都烂尾了 啥也没有了是吧 咱就顺着这条道然后就可以回咱们住的地方 一会咱们回去把那个什么自行车然后装上啊 去一下看看怎么样 装完之后把那个自行车然后放在那个下面 发在那个一楼那 我觉得我应该会装吧 应该装起来是没啥问题的 这应该组装起来都比较简单 像手机这种我都会一点 那自行车应该问题不大 然后看看视频或者不用看视频估计都能搞 哎他那个也不知道拆的是怎么样是拆的 完全零零散散还是说把那个什么 那个钢架跟那个什么链条都没拆 就是说直接装上那个轮胎就可以了 还有那个忽略吧 然后安上就ok了 非常感谢这个银行然后给他们办的那个什么办的那个银行卡 这个银行还是蛮蛮蛮不错的啊强烈推荐 大家就是有需要的话就是在 越南旅游的话推荐大家来这个银行办很简单啊 你跟那个大堂经理说一下你的目的啊 基本上他会给你办的 这个他说也是境外取见是免费 但是他说收那个货币转换费 不知道多少钱到时候去了我就知道这个银行用的是否划算了 但是我非常强烈后面那个 郭敏村的银行啊大家可以试一下 如果说你办不到桂林银行办不到农村信用社的话 你可以来自家试一下 要是短期旅游的话 我觉得拿他们那个卡应该是够了 然后说他们有一个境外取限免费 我觉得这是唯一好的一点 然后明天去农村信用社就是那个农村商业银行 我问一下是不是农村信用社 是的话咱们看看能办 我们就办一张办不了就就这一张就够了 实在不行咱就用微萨卡 然后用中国的银行银银卡 什么乱七八糟的 到时候有条件 然后咱们去别的国家看能不能办那个美金卡吧 应该是可以办的 能办的咱们就 哦那个美金卡好了 其实美国的卡我觉得是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比较好用的 人家国家的货币都是美金 然后然后人家存的也是美金用的也是美金 然后美金在世界各个国家都能使用 他美金都是超然的地位 就是世界货币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货币 还是很多货币是替代不了的 就像我们中国的人民币欧元 还有一些国家的这种货币 他都是跟这个美元是没办法比的 你知道吧 美元使用的是全球大部分国家都会用这个货币 甚至购买那个什么石油 全世界很多国家都要用他的这个美元进行结算 所以说美国的这个美元还是非常好用的 大家可能觉得啊 美国衰落了 美国怎么怎么样了 他是美国怎么说呢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还是比大家想象的要那个什么的 所以说我总可以告诉大家 就是说大家不要相信网络上一些东西 你要亲眼去问一下 看一下听一下 你才有这个权利说这些 不然的话你说的是不是 你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对不对 好在现在 我走的差不多我都 我估计我走的距离应该是超过10公里 兄弟们 应该是超过10公里 兄弟们 我从下午的差不多三点到现在的六点 我都走了三个多小时基本上都没停 然后现在我就剩几个手机了 就剩四个手机了 两部苹果X 一部苹果XS 麦克斯 一部我现在的这个安卓手机就四部手机 四部手机我感觉还不够用 太少 我觉得还要增加一部 但是我觉得增加的话好像 时间不太够了 现在买的话两天之后估计才能到 也就是4月4月4号左右估计才能到 时间就有点来不及了 我感觉 哎呀 谁知道那个人给我发一个什么锅铲屏幕还是个漏页 我不退我就亏了 说说还是必须要退 不能吃这个亏 哎 好着好着好着 有时找个地方坐一下 修一下 太累了 喝口水好吧 咱们把这个充电宝充下电 然后把那个水杯拿出来喝点水的 哎呀终于快到家了 兄弟们 然后回去 我是想着明天的财 但是他说今天都要签收 所以说我要看一下那个自行车怎么样 我怕那个自行车主要是有问题 不然的话我就那个啥了 我先看一下有没有啥问题没有问题先签收明天再组装 今天我感觉组装有点晚了现在是 差不多晚上的六点多了 我住的就是前面那个中英商务宾馆啊 我办银行卡的时候他他说他那个工作人员就问我他说你在宾馆住啊 后面的核实了一下啊可以可以就ok 但是最起码是搬下来一张那个 在境外可以免费取线不收手续费的银行卡对来收那个货币转换费吧 但是我觉得肯定比那个 我们用国内的四大央行那个要划算一点 这个咱们的自行车今天终于到了兄弟们 这个是不死骑的自行车这个自行车新的话是5000多人民币 1000多人民币 这个自行车看起来应该是没啥破装了然后这是一个座 然后这是一个车架然后轮胎都是在这里绑 这个打包费卖家就花了200多人民币 然后用了这个德邦又过来了 看起来这个结构应该是没啥问题 然后一会我拿出来然后简单看一下没啥问题咱就先签收了 签收完了然后明天再组装今天的话太晚了 这边的话应该是那个脚踏的那个零件 就是装在那个自行车然后登的那个脚踏 这里面应该是没啥问题 主要这个 钢架没事就没事这钢架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这个自行车最重要就是这个钢架 钢架如果有问题 那这个车基本上就废了 还有这个轮胎也不能坏坏的话就 没让他正常起来 明天再装今天太晚 这个车的话基本上是 这边有个刮碰我不知道是不是卖家那边搞的还是什么的一会我问他一下 这边是前叉 前叉应该是没啥问题 这个车的话这边应该是没啥磕碰 明天咱们才装今天的话太晚了装上也没啥用 明天做完之后咱们直接骑着去那个口岸那边 逛一逛然后去那个办银行卡也方便多了 其实他嫌溜一圈 然后咱们的钢架到了话直接按在那个前面看看能安上不安上的话咱们把的拖包什么都挂上 然后4月4号那个签证下来咱就出发好吧这个车子已经到了 我这这其实装的很简单 你看这他后轮他都没有拆 但是我把这个给绑在一起 那就是把前拆就是装上就ok了 那里面就是测的一些零件脚踏的都在那里 明天再装今天就是太晚了就简单看一下有没有刮碰了或者什么 这边是没啥问题这边这边有一个磕磕的 齿轮的话 齿轮的话 感觉损坏有点 磨损有点严重哦 你如果问一下那个卖家看看是他磕碰的还是这个自行车碰的啊 他说我跟他沟通一下 二十二十 这边是没啥问题啊 你看这个还是蛮新的啊这个应该是没啥问题我看不出有啥问题 车的话这个前叉这边有磕碰 一会我问他一下看看是自行车这边搞的还是怎么回事 问题不大有点掉漆但是没没什么大的这个问题就是说 凹进去了或者什么他如果凹进去的话要找他们快递赔偿的 这个东西挺贵的 然后我把那个什么照片我给他拍过去我看问他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 这个有的地方刮蹭 这边的话这个是防潮垫道了然后这个这个呢是 这个呢是一个那个就是 触瓶的那个包好像是那个防水了 这是一个脱鞋鞋鞋子 这是咱们的帐篷这个是铝干帐篷然后 可以防雨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 应该是雨衣吧 这边呢是那个油就做饭的植物油 这边的话是那个 水桶就是那个可以便捷的那个户外水桶 然后这个的话是一个螺丝刀 就是可以修车干什么的 这个话是一个便携式的那个柴火炉 感觉很小 应急用 这个呢是一个那个碗筷 就是筷子勺子了什么 然后这个的话是 运费道夫 我这是那个太阳能板好像是 广西然后是广东寄过来的 道夫运费什么什么鬼 急吐 他怎么搞个道夫 这边是那个 救生坛 就是室温的情况下可以救命 这个的话是一个 水杯 这个是一个防水袋 就是那个手机挂泊里面 这个呢是一个那个小号的那个打火石 然后这边的话是 防雨的 防雨的铝干 皮什么这是 皮套吗 里面什么东西 没搞明白 这个是什么东西 正没看明白是什么东西 今天到了很多东西 然后这个是轮胎两个轮胎 三个轮胎 这边的话是一个计算机国外然后不懂数字的话用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是 那个卡卡射炉 就是有那个器官 这里面有器官可以 做饭 然后这边的 然后这边的话是那个单炉 加油瓶 这是那个 汽油炉 柴油炉 到了 然后这个挺轻的 不知道是 我看一下 这个真没看明白是什么东西 什么货架 哦这是那个自行车的货架 这么轻 进行车化下直接放在下面明天直接可以装上 明天看一下安装合适不合适还要给他退的 今天到了这么多快递就是还没到完了 明天后天可能基本上就到完了到完了咱们就可以出发了 这个帐篷还是 不中了这个帐篷还没有我那个睡袋中 他们就把这些东西都拿上去明天做一个开箱视频吧 然后顺便把这个明天把那个车组装上线 然后去那个口岸那里溜带一圈 你看我这屋子里面全都是快递 我还拆了两个 这是一个 切西瓜的东西 这是西瓜 这是一个勺子叉子 这个6块8 我觉得买贵了 这个都是浇的 还有一个小米 吃饭的家 吃饭的家 蛮小巧的 感觉有点贵 它包油 其实油费也很贵 他们把那个西瓜给干掉 然后再用这个东西又煮了点鸡蛋 这一盒鸡蛋吃完了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盒是十几个鸡蛋吧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二六三六 二六一十二十二 十二加三十五个鸡蛋 但是都是小鸡蛋 一天就干光了 干光吃鸡蛋呀 没吃别的 然后刚好西瓜到了 咱们把西瓜干了 西瓜看起来是蛮不错的 然后这边还要拌了 今天吃一拌 明天再吃 开干 切完了兄弟们 干就完了兄弟 哎 这两天好好吃吃 和营养补充上 然后他们就开始出发越南了 基本上该办事都办了 就差等快递过来就ok了 手机的话买也行 不买也没啥 其实我 算了还是不想买 四个手机五个手机够用了 一个是不是导航 就是 翻译了什么 对吧 然后那两个手机就是一个拍视频 一个一个拍短视频一个拍照 对吧 还有个就是 拍长视频就ok了 足够用了 512G怎么算也能用 还有一个是250 还有一个也是250 加上去一tb的手机 再加上我那个手机啊 就是一tb多啊 够用了 够用了兄弟 拍视频绝对够了 西瓜真是兄弟们真是甜 这个勺子我感觉质量有点不行啊 还没使劲 感觉都有点弯了 感觉这个质量不行 这个勺子 还有一个是 因为我感觉就很感受着 我感觉很感受到 我是准备的 我感觉很感受到 瘤子 我感觉很感受到 我感觉很感受到 你感觉很感受到 就很感受到 你感受到 你感受到 这个勺子 我感受到 这个西瓜还是蛮全的 面面的吃的还挺好吃的 这里面煮的鸡蛋一会捞出来吃一吃 然后就睡觉 明天把那个车子组装一下 我还有那个衣服没洗 我都懒得洗衣服 我又想今天我要推了明天 明天我要推了后天兄弟 这个用这个茶杯这个煮完了 然后就吃这个鸡蛋 出来的西瓜 说完该睡觉了 今天我和那个柬埔寨那个女孩 然后也算女朋友吧 我跟他说 我到时候会到柬埔寨 他说我很开心 但是我估计能见个面 见个面OK了 我就结束环游世界了 咱们就拜拜 这一盒都干完了 明天时间 明天吃这个 吃着挺香的 然后这个特别顶鸡 然后对于人铁的这个营养来说 我觉得摄取的还是蛮好的 就这个鸡蛋吃完之后 然后你 就是会很 很顶饿 然后就是恢复能量还是比较快